方法絕對有 但是為什麼我不講其他的方法 因為其他方法可能不見得比較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用別的方法 沒關係啊 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比如這樣什麼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哦 我用這個來改好了 拖拉加坎錯鍵 那我有提到有一個offset off off應該是吧 set 應該是這個吧 offset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辦得到 那只是說你說老師那offset我不會啊 那不會沒關係 你可以在旁邊先練習一下 插入函數嘛 那這邊不是有個檢視比參照嗎 然後呢 它其中有一個叫offset 在這裡有沒有 offset這個函數啊 那至於它怎麼用啊 其實如果假設 你沒用過 真是我有時候很少用 一段時間沒用的話 那一定會忘記啊 那可是沒關係嘛 底下都有說明 有沒有 然後它其實需要幾個函數 一二三四五 五個函數 所以這個函這個函數其實不太好用的原因是因為參數太多 但是請跟各位講喔 其實基本上這個高跟寬其實我記得好像很少用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這個啦 按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有一個reference reference一定是 所謂如果你假設看到reference一定是參考的 範圍或者是參考的儲存格 所以假如說 我以哪個當參考 以這個當參考 這個是b2 啊記得喔 reference通常 然後有沒有它取得這個 那如果假如說我 列跟藍意思 ofset 顧名是要偏移的意思 要向左還是向右 所以如果不向左也不向右的話 00 我看一下 那如果假設這樣按確定 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 就取得它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 如果以b2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我這邊呢 如果是第0列跟第0藍的話 意思說同一列的同一藍 那就是這個儲存格 可是如果把它改成b1好了 b1 那如果roll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多少 應該就1嘛 1的話是向下的話是增加一列 那 藍的話呢 是同一藍的話就0 如果向右 向右的話是 向右一藍就1 那如果向左就負哦 負1哦 OK 所以假設這樣 比如我今天以這個當基準 然後b1好了 然後向下一列 的位置 幫我取回來 那得到結果 其實另外也是一樣的 那你說那如果假設 這個哦 我用這個offset 那如果我假設我要下一個的話 那這個儲存格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理論上如果下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我可以呢把這個 哪個猜數修改呢 這個以這個當基準好了 這個是下一個 那這是什麼 下兩個嘛 所以呢 下兩個列哦 所以記得把列怎麼樣 改成2不就好了 按確定 有沒有 劉揚和過來了 所以理論上 假如呢 我如果用offset的話呢 那這個是1 那這個不就2 這個不就3 這個不就4 那5 6 7 8 9 不就把這公式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改成 那所以哦 如果我要改的話 我們可以先這樣 利用這個 之前寫過的這個 collen rule這個函數 這個 這一個 比如說我先取得是 這個哦 如果我用offset的話 那我先把它先刪掉 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公式哦 所以我就先產生什麼 1到32的表格 所以這個1到32 那跟index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等於 column-1嘛 然後再加上列 所以打勾 欸不對 他這個有個錯誤 後面後刮虎多了 好那向右填滿 再向下填滿 到32就可以 欸不對 這這邊多 這邊多一個 多一個1啦 OK 這個 公式多一個1 難怪數字變 好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1到30OK的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把它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插入那個 剛剛用到的 offset 所以最近使用過的 這個offset 然後 假設以b1當基準 好 那我就把剛剛的 這個公式貼到ros 就是 跟b1相比較相差幾列 相差一列 兩列三列 好OK 相差幾籃 同一籃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按確定 不過呢 等一下我們要向下 向右向下填 就是填滿 所以記得把b1 記得怎麼樣 加一個f1 F4 讓他 這個地方 把它鎖起來 不然的話他會 位置會改 OK按確定 記得這個要把它鎖起來 再來的話呢 把它向右 再向下 欸你會發現 欸 這不就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如果假如說我希望再把前面的東西刪掉的話 那不就一樣嗎 不就跟剛剛那個 之前講過 你可以用mid 所以一樣我們用那個 mid 然後把公式再貼上 第幾個 這個又一樣 這個儲存格的總長度 L1 剛剛好像才打過 加2 然後記得把這個1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然後幾個字呢 全部都要99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向右 再向下 欸有沒有 OK耶 所以其實啦 在這邊欄寬調整一下 所以如果假如啦 你不用那個index 或offset 不用indirect的話 那其實offset 其實也可不可以 可以啦 OK啊有沒有比較難 好像看起來好像也沒有比較難欸 有沒有offset它的好處是說 它是跟哪一個相比較 有沒有 所以你就一個基準 以這個be當基準 你要取哪一個儲存的資料抓回來 所以喔 以後這個函數我覺得也還蠻好用的啦 OK 那只是說因為這個函數真的很好用沒錯 但是很少人用 我發現好像 你在網路上要搜尋那個offset的函數的使用 應該很少人會用欸 但是很好用啊 我是覺得也蠻好用的啦 只是說冷門而已 好像大部分人還是比較喜歡用index 跟用indirect 不過啦我覺得這個就看你習不習慣 你如果習慣的話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offset的函數使用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試看喔 所以當然除了說 剛剛講的那個index index index offset 還有沒有別的啦 其實一定還有別的啦 那只是說啦 當然我們在學習階段盡量是 每個函數都試試看 不過將來你可能要整理出一套東西 是你自己覺得哪一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啊 還要自己要有一個判斷的能力啦 不然的話 你會 陷入到那種喔 哇好像每個都可以欸 但是要 選擇 你便要選擇障礙了 有沒有 OK喔 所以 這個的話呢 可能還是 就是喔 自己還是要有一套方式啦 那當然最後的話 其實 也是可以用VBA啦 所以 這樣講起來的話 至少喔 總共我們就教了四種方法 OK喔 四種方法 那 這一題的話啦 我是覺得 越複雜的問題喔 反而我覺得 越適合用VBA 如果你假設 越簡單的問題 其實用函數 稍微解決一下 就OK了 所以喔 326喔 下一道題 因為它的複雜度 我覺得還蠻高的 所以喔 如果用那個內建的函數來解決的話 恐怕喔 會是有問題的 當然啦 我是建議喔 有的時候喔 你在遇到問題之前喔 你也不要 一定馬上就看答案啦 我覺得你最好是思考一下 以你 本身目前的 能力有沒有辦法想出函數來 你要先想想看喔 你不要一下子接受我的答案喔 因為有時候你接受我的答案 反而很容易被我的答案給限制住了 你就 不太會去思考別的函數 原來還有別的可能性 OK 所以盡量喔 多方面去嘗試啦 OK喔 盡量是靈活的 否則的話 我是覺得 以後你們工作上遇到的問題喔 絕對不是跟範例一模一樣的 當然如果跟範例一模一樣是最簡單 可是就不一樣啊 那不一樣怎麼辦 你總是要想辦法 把問題解決掉 OK所以盡量靈活一點喔 那我是確定一件事 真的這些東西 真的只要你轉個彎喔 真的很多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但是前提你要懂得轉彎喔 不要學了半天 好像就只會那些 固定的方法 OK 試試看喔